新北市冬季进补锅物这票选结果今天出炉了 一共有50家的锅物获得推荐 包括了糯米养生锅还有鹅肉锅 还有呢这73岁男子他号称每天吃锅老来得子 这锅到底是什么锅呢 马上连线记者林嘉宾 好了冬天很多人都想要食补 新北市政府推出呢52家这个新北市优质的食补好店 其中呢比较特别的是有一家羊肉炉的老板呢 他说呢这个祖传的秘方呢让他老来得子 因为他今年已经73岁了 但是呢他生了一个今年是4岁 还有今年是1岁的女儿也带来现场 你有觉得老公有喝这个汤很厉害吗 我来这里但是我觉得他很厉害 因为他应该已经喝了20多年 你觉得老公有70几岁的样子吗 没有但是像 像什么 像什么 就是很厉害啦 就是怎么说 你觉得他像年轻人一样吗 是啊 就是差不多啦 就这么说呢 我如果是说35代也是应该40岁样子啦 那就是体力还不错 好了冯太太呢 还有冯老板说 就是这个食补的关系 所以说其实有养生的作用 那其实呢他们呢 也用了蛮多的食材的 那包括了今天呢 有蛮多蛮特别的像黑糯米鸡汤啊 儿肉的养生锅都有来到现场哦 那其实新北市政府也推出呢 现在呃有一个1000碗的活动 让市民呢能够来新北市政府的福利的中心呢 这边员工餐厅能够来享用这个冬季的美食 把镜头召唤彭联主播 好这什么锅 70岁呢还是很厉害啊 一尾活龙呢 这样的锅应该 呃观众很想知道是什么锅吧 有什么 reload 比如这也没离音 对